我们介绍一下这个PC功能 首先呢我们拿到软件它有采集穷组采集好友 这是采集的功能 然后呢会有发消息的功能 大概有七个功能 好我们先演示一下这个采集穷组的功能 一步啊我们找到一个这个导航穷 然后我们需要加入它 软件它会自动去往下拉一下 慢慢的采集 大家最好是把这个导航先往上部拉一下 拉一下它会慢慢往下拉 随着人们的回复它一直往下采集 如果你想关键字采集 你就在这里回复关键词 然后点击开始它就会采集你需要的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采集 它会自动向下部采集 然后遇到频道它会跳过 然后遇到穷它会自己采集 目前已经是采集三个了 如果你想关键字回复的采集 你就可以在这里回复一个 然后把鼠标往上拉一下 把这个界面往上拉 最好下面有这个未读的消息这样 它会自动往下拉 然后这个消息永远它有人在回复 就是永远有采集不完的情况 我们继续把这个贴吧采集了 好采集完以后我们点击停止 这时候软件已经停止 好我们大概采集了这部分 采集完必须点击去重复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我们目前的穷 例如有31个 你点击去重复以后 它把去完重复的都加入到这个后面 你看它这个穷连接是48个 证明它可以用的 把第二个功能我们再去演示一下 第二个功能是采集穷有 那我们随便找一个穷 假如说我们找这个穷 然后把这个条往下拉一下 保证这个界面全是穷好友 然后我们点开始采集 它会自动的去采集有ID的这个穷成员 你看这不是未知 它就自动跳过了 未知它自动跳过 目前是有那个ID的 它是采集到 它会一个一个自动往下采 我目前是在虚拟机里 虚拟机你可以开很多虚拟机 大家去采集 大家采集的时候 最好找一个这个穷是 很多人聊天的这种穷 这种穷的ID基本都有 如果你找一个里面全是发广告的穷 那么这个时候里面的基本都是小号 好我就也是到这儿 大家自己去采集 我点停止 同样的道理 我们采集到的ID 它会在这儿给你写示 但是它在这儿是没有加入的 这是7个 我们必须点击去重复 去重复点击了以后 大家看一下 这已经加减缺了 大家自己去采集 我就不容易去采集了 好接下来我们也是一个加穷的功能 加穷我们需要用的按钮是 下面这三个按钮 加穷我们例如借隔100 借隔60秒 为了也是我借隔30秒吧 然后我加两个穷 好嘞 我们目前刚才采集到的这儿 它会有这个穷的这个列阶 然后我们去给这个 这个可以去 加 但是这个软件是多卸成的 我们可以继续开一个账号 例如我们开了两个 我们可以开很多很多很多个 大家自己去开 至于怎么多开呢 大家去 自己 我给大家也试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去这样 复制出多个文件夹 登陆多个账号 它就可以多开 多开以后 软件会自动去操作它们 然后给大家开始一试 我们30秒加 执行一个 然后我们加两个 不错了 应该是选这个加穷吧 然后它会打开这个穷 你看 它会去加入 已经加入了 大家不用去管 你可以同时开10个号 20个号 同时加 效果非常好 应该是比模拟轻的那个 比穷控功能应该要快 我个人还是喜欢用这个PC功能 然后它30秒以后 它会去执行加第二个穷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列阶 它加了以后 它会自动去删除 切两个 看它又再执行第二遍 这个我就演示到这 然后我们点听这 然后呢 我接下来再演示下一个功能 叫穷发好友 穷发好友是这样的 你这里会有好友ID 我们刚才采集 它会给这些好友发消息 那我们就发一个消息吧 因为作为演示 大家可以去自己设置 然后每一个好友的借格是多少 大家去自己设置 穷发好友 我们是需要写内容的 然后我随便写一份 嗯 启动 好了 它就发出去了 那这个任务就执行完了 你如果30秒以后 你如果说是我发100个500个 那你就把这个借格往大设置一下 好 全职 那我们接下来再演示一下 发给穷 就是给你这个里面的穷里面发消息 嗨 大家 然后我们得开始 嗯 它这个穷 它会第一步先加入这个穷 然后加入这个穷以后 它会去发消息 好 那现在它已经发成功了 我们得给天职 第三个功能 这个功能叫拉好友 拉好友的情况下 我们是需要准备一个穷 你自己的穷 然后呢 它会把你的穷打开以后 它会去点击这个 然后去把这个好友拉入这个穷 嗯 那我们就 就也是刚才这个 两个刚加入的这个穷吧 然后我们给它拉一下 拉一个人进去 拉的数据也是在这里 它会拉这个好友列表里的好友 点击启动 然后它会自动打开刚才加入的穷 然后去搜这个 已经拉入了 你看 我拉入了这个 这个人进去 成功了 这儿呢 这已经拉入成功了 那么我们也试一下最后一个功能 其实最后一个功能是最重要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大家经常用的 首先呢 我们要自己创建一个频道 例如我自己创建一个频道 例如我创建了我的自己这个频道 你在这里发一个消息 在自己的频道里发一个消息 它会 它会自己去 然后把这个频道你复制列阶 复制好以后 好了 我们去点击数据 然后把你的频道列阶复制到这里 复制到这里 软件会自动去操作 例如我们 这里就不需要了 频道消息 然后我们 例如30秒发一个 转发一次 然后转发数 数量写10个 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每发一次 这个是每发一次 我们需要 多长时间 例如我们设置60秒180秒都可以 然后我们转发次数 你假如说我这几个号 我准备发5轮 那我就设置5 那他发5轮 这个消息 他就不会发了 那我为了也是 我就设置1 然后转发穷数是这样的 穷数 然后我们叠这个 它是写这里 如果你这里有10个穷 那你设置10就可以 如果你有50个 你设置50个就OK 好吧 那我关一下 我给大家也试一下 停止 然后点击 开始 他会自动搜索这个频道列阶 然后打开频道列阶 然后去分享 你看我设置10 他会选择10个 当然这个穷小于10 他会逗选 目前发送完成 好 那我们一次 他就执行完了 看我们10阶 刚才发的 10阶52 找一下 10阶52 这个是咱们世界52发的 这就是我编辑的一个广告 用的人比较多的应该是这个功能 还有这个加穷的功能 因为你信号你是没有穷的 他会用第一个功能 还有这个功能 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软件可以多开 你可以开10个20个都可以 然后多开我指的是账号多开 软件一个软件可以控制多个账号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根目录啊 这些东西 如果你有自己的穷数据 第一步是把这个有个穷 你把你的穷复制到这里 它是一个列阶 然后你去PC功能 点击一个去重复 它会自动给你去更新到这里 然后我们好友 好友是在这里 他写的好友 然后好友ID是这个 如果你有自己的ID 你可以复制更多进去 进去以后关闭这个页面 然后再点击去重复 他也会自动加入到这个好友的ID 其他的就不需要管了 这个数据就 这个视频我就介绍到这里 网站出了免费吧 自己测试一下 下载以后 后来来自动向下载以后 载以后